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军购》来为大家说一说购物的内地套路 话说呢在1973年 那时的伊朗还是巴列为王朝的天下 为震慑邻国抵御来自苏联的压力 伊朗呢急于向美帝求购三代机 彼时身为伊朗盟友的美帝还算大吧 同意让F14和F15同台表演 伊朗自己选 然而美帝套路深 说话可别当真 当时呢先飞行表演的是F15 但地上的F14也没闲着 他早早的就打开了发动机 在一旁空烧燃油减轻体重 以其通过障眼法来掩盖自身 推重比低于F15的事实 美帝奸商出手 自然是不容易被识破 连飞行员出身的巴列为国王都被蒙在鼓里 套钱包买了F14 哎 漫漫长路都是美帝的套路 回头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军购的 就在伊朗购买F14的第二年 以色列人也向美帝提出了三代机请求 只不过以色列人比较精明 他们相信耳听眼见皆是虚 自己飞了好才是真的好 嗯 然后以色列人就组团去美帝家开飞机了 在对美帝金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比较之后 以色列人做出了与伊朗人不同的决定 绝不听金上富有 只买自己觉着好的F15 如此开启了F15入驻以色列 称雄中东数十载质传奇 啊 说了这么多 不知小伙伴们有没有从军部中学到什么经验呢 好了 本期五言说就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哟 军编部鼎名拜年了 在过年期间军编部将发布精心制作 并绝对不会只看一遍的大国重器穿越记H5 可说是最溜的年度军事盘点 2月14日开始预热期间 红包送不停 2月17至2月23日 正式活动期间 限量礼盒千元红包 大脚豪铃满天飞 赶快在微博微信搜索军事编辑部 满地大力捡起来 赶快在微博微信搜索军事编辑部